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以来 我是商贸市场逐步向好 一季度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4.4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6% 其中 电商企业对增长的贡献率居各业态之首 不仅新兴电商企业继续保持快速的增长势头 传统零售企业也接轨互联网家打造了新的增长点 一大早这家电商的客服员小丽就开始忙碌着 由于这段时间是网络男人节的促销时间 一天下来他要回复400多位消费者的询问 随着询问量和订单量的不断增加 公司120多名客服人员也开足马力 每天大概接待是200到300的顾客量 那转化率基本上是保持在55左右 正常活动的话就是基础的活动 我们可能接待量达到400左右 最高可能达到500 据介绍 从去年起互联网电商们 有节用节 无节造节 用女生节 男人节等网络新节日 拉长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间 多节持续形成的叠加效应 也让电商的销售额持续增长 不过 与以往不同的是 价格战不再是零售企业 风节必用的必杀剂 重视个性化服务 推出精准营销 成为了新的法宝 针对这些消费者的特性之后 我们会跟这些购物达人也好 包括一些专业性论坛的一些合作 去锁定一些各种精准的一些消费者 然后对应分析他们特点 反向跟品牌商去要求 提供一些适合的商品 我们的第一季度 整体的一个销售同比 去年应该是成长了30%以上 打开微信公众平台 今天下单 明天商品就能送到家中 借助电商和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零售企业夏商集团 也于去年开始出电 通过搭建自己的电商平台 利用微信微电等手段 拓宽销售渠道 基于门店货源的百分之百 正品保证快速送货 以及门店字体等优势 夏商吸引了不少忠实粉丝 像微信粉丝数的话增长非常迅速 我们三个月时间就增长6.7万微信粉丝 我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在消费者购物习惯这块的话 现在顾客更倾向于在网上购物 因为可以选择的范围更广 总类更多 物流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的配送能力会比较强 实现宅配的可能性更高了 在厦门 无论是传统零售企业 还是新兴电商企业 都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利用互联网思维提高零售额 数据显示 一季度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4.44亿元 比去年统计增长10.6% 其中限额以上主要电商企业 通过互联网实现零售额 29.94亿元 占限额以上零售额的14.8% 比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 增长26.5% 拉动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3.4个百分点 增长贡献率 居各业态之首 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联合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举办一期厦门市新闻发布 与城市形象塑造专题培训班 昨天上午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培训中心 我是新闻发布与城市形象塑造专题培训班 举办了一场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实战演练 我想问教育指南一个问题 如何解决周边新闻学院建设增长的这些入学需求 如果不能及时把学校建好 那我们将整个前期的整个教育指南进行个妥善的安置 长达二十年的行为没有被发现 是否存在将冠固域里面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会启动调查手机 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台上学员作为新闻发言人 就假定的新闻事件进行陈述 台下学员化身各路媒体 对新闻发言人提出各种尖锐问题 现场的专家评委也抓住事件本身 以及发言人回应中的疑点发起猛攻 台上台下频频过招 气氛紧张犹如真实场景 不过四场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 都能稳住阵脚沉着应对 得到评委肯定 也为这次培训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 我们说也看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准备之下 给我们展现了一场非常好的一个模拟发布的过程 举办这个培训班 就是为了要提高 我是新发布工作水平 特别是增强 我是领导干部 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这次培训共计五天 我是一个相关部门 及各区火炬高新区 五浪与管委会的新闻发言人 参加了培训 前来授课的老师 既有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高校教授 也有北京 上海等地政府新闻发言人 培训期间 学员们全面深入学习 新闻发布的理念和方法 全媒体时代的城市品牌 等进十门课程 走访学习上海多家新闻单位 通过学习 学员们表示获益匪浅 不仅提升了作为 新闻发言人的媒介素养 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能力 也意识到了促进新闻发布常态化 规范化的重要性 新闻传播的功能 我们有更深的理解 因为它不光是承担着信息发布的功能 很大程度上是在沟通大众 来凝聚共识 树立形象 特别是在我们碰到突发性事件的时候 它更是一种危机公关的重要手段 我们以前更多的是只做不说 但是你不说就得不到公众的了解 不了解它就不理解 那不理解就不支持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充分地利用 这个新媒体时代 媒体带给我们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吧 培训期间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崇庚也到场听课 他说这次培训是我是开展 两学一做专题教育的一项内容 特别是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近年来 我是不断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 持续开展新闻发布培训 努力培养政治正确 素质过硬的新闻发言人 今后除了应对突发新闻 我是还将推动新闻发布 应用到政策发布等日常各项工作中 本台记者报道 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提高 在公共事务中 呼吁更多的知情权 对领导干部而言 急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 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 学会新闻执政 我是已连续三年通过开展专题培训 引导领导干部 善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 提高舆论引导力 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 了解民意诉求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相信通过做好新闻发布工作 在信息透明化上迈出更大步子 将塑造出更加良好的 美丽厦门城市形象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昨天下午 全市干部挂职工作会议召开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今年我是继续加大 选派干部挂职的锻炼力度 这次集中选派了230名干部 开展交流挂职 2012年 我是启动实施 干部挂职五年千人计划 提出用五年时间 选派1000名干部挂职 五年来 全市总共选派了 1380多名干部挂职 超过完成选派目标 近年的挂职工作 将重点选派优秀年轻干部 全力保障中心工作 和重点项目建设 在去年选派23个 驻镇街工作组 帮助开展征地拆迁 和项目建设的基础上 今年我是又对 其中任务确实较重 重点项目比较集中的 10个振接 继续派驻工作组 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陈秋雄指出 要紧紧围绕 我是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转型发展的大局 更好的统筹干部资源 挂职干部到位后 要尽快熟悉情况 敢于担当 有所作为 竖好形象 本台记者到 昨天下午 全市社区网格化建设 推进会举行 前至目前 全市六个区 38个镇街 和494个城乡社区 都按照一个网络 一个终端 一个入口的要求 全部建立 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 依托这个平台 全市城乡社区 共划分网格2448个 配备网格员6370名 探索形成了 网格长加网格员 加助理网格员 加网格志愿者的 社区网格化 服务管理责任体系 各社区 普遍把形式邦教 社区教证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 都纳入了网格服务管理 并推动社保救助 公共教育等一批 基本公共服务 进社区入网格 与此同时 还开发了积分入学 转传就业等特色模块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李伟华要求 要适应大数据时代 着力打造 网格化信息平台升级版 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 为社区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庸致的服务 副市长林瑞 主持会议 本南记得报道 经过九个月的施工 同级路提升改造工程中的 林瑶路跨线桥 今天实现通车 成为两环八设 快速路中最早开通的跨线桥 而紧随其后 官巡立交也计划于明天通车 这两个项目的建成通车 将缓解同级路的交通压力 林瑶路跨线桥全长925米 上跨同级路与林瑶路 相交路口 双向四车道设置 原来需要在路口等 红灯的同级路执行车辆 可直接上桥通行 同时地面辅道 仍有双向六车道 满足其他方向通行 改造后 林瑶路口的通行能力 大幅提高 据了解 通车后的跨线桥 小车限速70公里 大车60公里 市通车期间 限速40到50公里 观训立交是海翔大道 与同级路相交的立交工程 随着三月底 主车道范围内 征拆问题全部解决 参见单位 克服多余天气影响 加大各方面投入 以完成八条杂道 及杂道桥的施工 今天他们用加班加点 进行通车前 护栏标志标线等设施的完善 明天整个观训立交 八条杂道和主线平关 将全面开通 就是整个把同级路和海翔大道 连接起来 各个方向的车辆都可以走 本台记者报道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在无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 市总工会再次联合 下市新闻栏目推出专栏 寻找最美劳动者 下面请夏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寻找最美劳动者专栏 带您一起寻找身处不同岗位 用劳动改变生活 创造美丽 成就梦想的身边人和身边事 今天我们首先带您去认识一位 主治医生 这位医生看的病人可不是普通的市民 而是飞机的发动机 这天上午 厦门航空的机库里一片忙碌 下航飞机维修工程部 发动机主任工程师郑世慧 正在对飞机发动机进行例行检修 说起发动机维护 小郑打了个比喻 飞机的发动机相当于飞机的心脏 它的工作就是要时刻保证 这颗心脏健康调动 发动机有了外部损伤 可以用肉眼来检查 可是如果这个大家伙有了内部损伤 那就要运用孔碳技术 一种类似未尽的检查技术 来进行检查 小郑曾经获得首届 全国民航发动机孔碳技能大赛冠军 过硬的技术 带来的是一个个难题的解决 以此工友在检查中发现 一台发动机中掉进了一个金属异物 金属异物颗粒十分微小 不仅用机械手加取十分困难 而且加到金属异物取出时 还要小心绕过发动机内 复杂的结构 中途不能掉落 更是难上加难 同时花了几个小时都没能取出 最后还是由小郑出马 解决了这个问题 之前思路一定要分析 从哪个角度 从哪个位置 从什么通道把它抓起出来 然后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双手配合 动作一定要轻柔 每一次做都是一种体验 都会有思考 比如说我这一次做 就把发动机里面的结构再回忆 希望就是说我一闭眼 就能够大脑中 显到发动机里面 这个立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工作中正是会发现 波音737N机飞机 发动机风扇填快前接耳容易磨损 需要经常更换报废 航财成本很高 在常人看来 这已经形成了定势 很难找到改进的空间 小郑却通过认真分析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就发现它跟一个部件相模 就想另外一个小部件 如果在结构外形上 做一下改变 可能就能够避免这个相模 然后我们就去找产家 有没有对于这个小部件的 这个相关的技术资料 然后我们去查找 就发现有一个服务通告的改装 就整个机队的 又全部完成改装 然后发现这个磨损的问题 就解决了 小郑提出的改装方案 不仅为下航节约航财成本700多万元 而且由于这一方案 实现了安全和效益的双赢 美国通用公司以此为样本 把这一项应用 向全球机队进行了推广 今年是80后的正式会 入职的第十个年头 十年来 它经手维护修理的飞机发动机 不下5000台次 保持了零差错 为航班正点飞行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同样的事情重复做 如果你用心地去做 认为它有可能改进 对吧 或者说提升你的这个认识 提升你工作技能 一直做 你也会有水平的提高 也会有那个创新的发向 今天上午 位于湖里华光路的 是职工服务中心 新办事服务厅启用 服务厅建筑面积3000平米 可以一战式办理法律援助 工会优惠项目办理等事项 中心还主动对接就业市场 开办家政 职业经理人等多项职业技能培训 市政协副主席 市总工会主席 詹苍舟参加启用仪式 沁武艺音乐下门 情戏兄弟姐妹 慰稳职工专场文艺演出 昨晚在武艺文化广场举行 演出以舞蹈跳春开场 鱼歌 海峡之望 小小的我 以及新民乐演奏 小品等节目精彩分成 用舞蹈 歌声传递美丽厦门声音 去年以来 移动电竞快速发展 强竞技性的游戏大量涌现 赛事平台数量也大幅增加 今天在DCC 中国数字产业峰会 移动电竞主题论坛上 游戏业界和资本市场人士 就这一产业的发展进行探讨 近年来 随着移动游戏用户的增多 和社会对游戏认可度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在手游上 投入重金进行精品化 大型化的游戏制作 同时玩家越来越追求 与其他人在游戏中的互动性 电竞手游的概念也越来越热门 可以预见 未来移动电竞将成为游戏产业发展的 一个主动方向 到今年开始 所有单机的大作也全部开始手游化 应该说整个产业已经完全成熟了 我们是认为整个移动游戏 肯定是未来最主要的一个用户的一个方向 就移动经济用户的话 应该规模会比传统电竞经济用户会大 我觉得至少是一个数量级 近年来 包括厦门在内的各地政府 在游戏产业上的扶持力度 在不断加大 已经逐渐形成良好的游戏产业氛围 今年在DCC峰会上举办的QGC大师赛 正是看中了厦门良好的游戏发展前景 而决定落户厦门 之前和厦门这边有过一些洽谈 那也是综合考虑到厦门这边 在游戏领域和移动电竞领域 有一些比较良好的氛围 所以呢 再加上厦门市政府 对这种移动电竞领域的发展 产业的发展是比较支持和扶持的 所以综合考量 我们就促成了这次合作 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有一些城市跑到前面 但整体还没有一个说 遥遥领先的这个绝对这个产业 这个领先城市 我们也希望厦门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对 那么在做好这种内容制作 孵化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加强跟市场上的各个渠道深度合作 相互互补自己的优势 可以把这个产业呢 做得更好一些 本台记者报道 小长假去哪儿玩 天气好时呀 您可以带孩子到厦门儿童公园走一走 记者今天采访发现 整合设备设施后的儿童公园 人气不减 一上午接待超过四千人次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上午十点半 开园时间不过两小时 实施入园人数已经逼近两千人 园区里处处回荡着孩子们的笑声 就在前两周通过征集市民建议 原先位于海舱大道的儿童公园一击 共二十三个游乐项目设施 整体前一道现在这个厦门儿童公园的南侧 搬迁和安装工作已经在前几天全部完成 所有设施在今天正式迎客 这样一来 厦门儿童公园内的游乐设施增加到七十四个 也让公园成为全国最大的非动力儿童公园 公园根据儿童年龄分为五个区域 增设了雕塑小品并进行了绿化提升 一切地搬过来 然后这边场地更大一点 玩的项目也更多 感觉更好玩 记者在现场看到 这个亚洲第二大的木质童话城堡 可以说是园区里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游乐设施 仅七米高的城堡中 融入滑梯 钻筒 攀爬 网桥等游戏元素 让孩子们流连忘返 而边上的儿童玩杀局 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 亲子聚位性一下就提高了不少 这里东西比较多 然后每个不同年龄段的 玩的东西都分类也比较清楚一点 而且这里也比较热闹 小朋友比较多 基本上就是说不下意的情愿 每周都有来 据了解 去年12月25号开云至今 厦门儿童公园共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 已经成为了全市假期的热门景点之一 记者陈岳田 李玉龙报道 除了儿童公园 我是其他各个公园景区 也都有不少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 同样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小长假期间 厦门海底世界也推出了 海底荧光花园展和 无语伦比主题展 色彩名言的糖果珊瑚 拥有柔软触须的尼罗河珊瑚 会根据情况缩小膨胀的气泡珊瑚 花样繁多的各类珊瑚 在桩点上不时羞涩躲藏的小丑鱼 调皮可爱的海金鱼 俨然构成了一副绚丽迷人的海底画卷 在神秘的海底呢 除了有像我身后这样五彩缤纷的珊瑚之外呢 还有一群群非常可爱的精灵 它们游动的身姿呢 就像是在跳着一曲曲金星编排的舞蹈 五一假期万诗植物园举办赏花品实观化艺术活动 这次展览精心挑选了一批具有命派风格 形式各异的精品盆景130件 其中不发一些在国内外屡获殊荣的佳作 参展盆景都是培育了15年以上的精品树种 最长的树林达到了50年 那这一棵龙树做的盆景 它就了解它就是它的盆林 它就超过50年 它把这个你看 养成它的树桿这么粗壮 那就非常难得 它不断地修剪这个城市也非常好 在圆博院 五一期间也将举办 五一花开圆博寻美为主题的盛大欢庆活动 此外五一假期 爱运动的市民也有不错的选择 水工人体育馆的游泳 羽毛球 乒乓球等场馆 将全天免费向市民开放 本台记者报道 好 接下来请看一组综合消息 因轨道交通二号线 平域中心站综合管线迁改需要 从5月1号到11月30号 湖滨东路电线音乐厅门前路段 将实施围挡施工 围挡期间 湖滨东路路段总体交通组织保持不变 泰兴路 洪泰路实行单向交通组织 今年3月 同安区莲花镇 莲花村 开始进行开发建设及小流域整治工程 作为莲花村党支部书记 叶英豪在整地拆迁工作中 担任主要牵头人 他是如何带领村民们 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找对方向 共同缔造赴美新莲花的呢 详细内容请看今晚21点30分 下12套播出的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专栏 电视剧幸福归来 今晚起在厦门卫视播出 这部剧讲述了一个 励志勇敢的愚民之女 女剧中的男主角误打误撞 成了一对欢喜冤架 在逐步解开自己的 绅士谜团的过程中 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部剧情感复仇励志 三条故事线索交相呼应 从情节到场景都举看点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下期 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请观众 厦门广便的微博 微信 和看下我们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杏子